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刷具的事情 之前有網友希望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刷具都跟大家分享 但是實際操作上面有點困難 因為我有非常多的刷子 那我今天打算就是把我的刷具按照它的功能 分成幾個類別 然後就是從裡面挑出幾支我覺得特別好用 我特別喜歡的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之後還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洗刷具的方法 那我從眼部的刷具開始 我先跟大家分享那種就是大範圍打底的刷子 我有就是這一些 那這裡面呢我自己最常用最喜歡的是 其實他們就是這一些啊 很多都是專櫃的品牌 但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這一支 這個是水乖乖的刷具 這支非常便宜 價錢多少錢我有點忘記 就是可能幾百塊而已 這支好用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毛啊 非常的 它的毛很多 很厚實 然後又很軟 彈性很夠 它的這個剪裁啊 邊緣這個剪裁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它可以把打底的顏色壓在眼皮上面 然後呢在這個到眉毛旁邊的地方 它這個弧度 剛剛好可以讓我用來打底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妝容影片啊 我常常打底的時候都是用這一支 它真的可以把底色壓得非常的均勻 非常的平整 然後它在那個細節的處理啊 因為它周圍的這個角度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那接下來第二類刷具呢 我要講的是 大家比較常用來在眼皮上面畫一些 就是畫一些壓一些重點色的刷具 我有這麼多 那這一些刷具裡面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不只一支啦 有幾支 像這一支MAC 像這一支MAC 我自己就很喜歡 它其實 它這個毛啊 是人造毛 所以它可以用在眼影霜 眼影膏這些 不是粉狀的產品 然後它也可以用來用粉狀的產品 所以它是良用的 那它在用粉狀產品的時候啊 就是如果我覺得 這個眼影比較沒有那麼顯色 我就會用這一支 或者是我要濕擦某一塊眼影的話 我就會把這一支噴濕之後 濕擦那個眼影 那這一支呢 它的毛啊 側面看很薄 它的毛比較窄一點 然後正面看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形狀不大 所以通常霜狀的眼影啊 我們需要用的範圍 本來就不會太大 如果你用太大的刷子 它會蓋到眼窩上面去 所以這一支的大小非常的適合 然後乾濕兩用 我很喜歡用這一支 那另外一支我比較常用的呢 是 是這個 這一支是Sigma的刷子 這個大小啊 我覺得 因為我 我不知道是我還是 反正東方人的眼皮的那個範圍 本來就不大 那如果你壓眼影的那支刷子太大 其實範圍的掌握 很不好 不好掌握 或者是你如果要加深 就是 眼影的後半段 眼角的這個地方啊 你如果用太大的刷子 其實那個 角度範圍就很難拿捏啊 所以這一支的大小呢 我覺得很剛好 然後它的刷毛是比較 有彈性 抓粉力比較好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需要在眼尾 做一些重點色的加強 這個也很棒 那我最近呢 買了那個 就是在CRC的網站 買了別的牌子的刷具 我發現我分享過的這一支啊 它的剪裁跟剛剛這一支SIGMA的剪裁 其實兩支非常的類似 但是它們兩個的毛啊 這一支的毛呢 它是 呃 沒有那麼緊密 它稍微鬆一點點 所以如果 在眼皮上面 我希望那個顏色不要這麼強烈 也是 薄薄刷上一層 然後不要很 很明顯 就是會用這一支 因為這一支它比較 鬆散一點 那這一支比較緊密 所以我要加強顏色 我希望那個顏色 被壓得很實 很飽和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一支 那這兩支的剪裁 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大小都很好 那第三類刷子呢 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歡的暈染刷 因為不管畫任何的眼妝 暈染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 其實我覺得要知道一個牌子的刷具好壞啊 如果從眼部刷具來看 就是選暈染刷來買 因為暈染刷我覺得是眼部刷具裏面 製作門檻稍微高一點點的東西 那暈染刷呢我有這麼多 那主要呢它又分成 我覺得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像這個 比較錐狀的這一種 就是它的頭啊 是圓的 錐狀的這一種 另外一種是扁平形狀的這種暈染刷 那如果我的建議是 如果你的經費有限 你可以買這種就是扁平的暈染刷 因為它橫的時候可以把顏色壓上去 當然沒有辦法像剛剛那種小刷壓得這麼飽和 可是它可以大範圍的壓上主角的就是重點色 然後它立起來之後呢 用刷毛尖端 其實可以做暈染的工作 那它在眼窩的地方呢 它有兩種 一種是 你看它這個垂直 應該怎麼講 就它這個是直的嘛 你的眼窩長這樣 然後呢你讓直的垂直你的這個眼窩啊 你暈染出來的顏色 眼窩的顏色就是比較柔和一點 因為它範圍比較大 然後如果呢你需要比較強烈的眼窩色 你的眼窩這樣 你把它這樣放平的 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這樣放平的平行你的眼窩 那它這個毛的位置就會比較窄 那你做出來的眼窩的暈染色呢 就是會比較強烈 所以這種扁平的刷子其實還蠻多用途的 如果你預算沒有想要買這麼多刷子的話 其實這個我就很推薦 但其實我自己平常最喜歡用的暈染刷是 追撞的那種 因為我喜歡用打圈 小打圈的方式把顏色全部都 就是各個不同顏色融合在一起 我不是只有拿來做眼窩色而已 所以我有這麼多的暈染刷 那裡面我自己覺得 最好用 不管價錢 最好用的話 我最喜歡這一支 這一支是NARS的暈染刷 它這個毛呢 非常的多 又蓬鬆 又軟 然後它的剪裁啊 它那個 因為這種暈染刷都是錐狀的嘛 它上面那個尖的那個程度 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所以這一支呢 拿來做眼窩色的暈染 還是把各個顏色融合在一起 還是把邊界就是修飾掉 這一支都非常的好用 它這個毛啊 形狀各方面 我都很滿意 我忘記這一支多少錢 但是反正是專櫃品牌 一定不會便宜啦 然後 接下來這一些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要像剛剛那個 那麼多功能 也不是多功能 就是 使用起來手感比較好的話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這一支 這個是SIGMA的刷子 這個也是它的大小啊 我覺得很適合東方人 因為我們眼窩其實不大 你如果用很大的刷子 一暈染啊 整個那個眼窩超過太多 眼睛就腫起來 看起來就是很腫 我覺得這一支刷子呢 非常的剛好 然後毛也是軟 多 蓬鬆 然後腳上面的那個剪裁啊 我覺得很好用 它跟NARS我覺得都很棒 當然NARS的毛啊稍微柔軟一點 可是NARS就貴蠻多的 可是NARS就貴蠻多的 那接下來這幾支呢 其實它們就 各有功能啦 我最不喜歡的是MAC的暈染刷 因為它這個暈染刷我買了 我用了可能快十年 可是它的毛我覺得越來越硬 越來越刺 所以我就越來越少用它了 這一支剛買的時候毛不是這樣 那接下來這幾支呢 就是各有各的用途啦 這個是很有名的SIGMA的E40那支刷子 這支刷子在國外非常的紅 但我個人喜歡它的程度 沒有超過剛剛那個NARS 因為它的這個頭 非常的平 非常的寬 外國人喜歡 也許因為它們眼窩很大 用這個可以占到很大的面積 把它顏色都暈染得很漂亮 然後無邊階 但是因為我們眼窩很窄 你用這麼寬 頭這麼平的刷子啊 它超過眼窩太多了 如果你用它來沾顏色上去啊 就是 範圍不精準 眼睛看起來會腫 但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它的頭很平 範圍很寬 所以我喜歡用它來把我畫的 所有的眼影啊 全部暈染在一起 因為它可以 就是很跨很大的範圍 所以這一支我通常拿來就是 把它乾淨的刷子啊 拿來暈染 我不會拿它來沾顏色用 因為它太大了 那接下來這兩支呢 這個是我之前在CRC的網站買的 這一支的頭啊 是我所有的暈染刷裡面最尖的 所以如果需要很 就是眼窩的顏色很集中 你需要很集中的顏色 這一支很不錯 它控制範圍能力非常的好 因為它的頭很尖 然後這個毛質我也 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到NARS那麼柔軟 但是已經很不錯 真的很不錯了 那這個是SIGMA刷子 它這麼尖啊 它這個頭這麼尖 它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這個是設計來讓你在眼窩的地方 畫很明顯的眼窩色 就是幾乎是有一條線的那一種 這是它的本 因為它在它的那個網站啊 介紹用法什麼 它是設計來這樣用 但是我自己比較不會這樣 因為我比較少畫眼窩 這麼明顯的妝 我通常是把它用來暈染 譬如說下眼影的邊界 那邊界很小欸 那我要怎麼用那麼大的暈染刷 暈染很困難 我就用這一支 它頭非常的尖 可是它毛多 鬆散 所以我暈染很小範圍的地方 我就會用這一支 只要是小範圍的暈染 我都用這一支 那暈染刷介紹完之後呢 我要講的是 眼部 就是 欸 本來就是眼部 是眉毛啦 就是眉毛眼線 這方面的刷子 這方面的刷子呢 我有非常的多 那這一支其實 也沒有什麼 沒有所謂好壞 就是拿來刷眉毛 它把它的工作做得很好 眉毛可以刷得很整齊漂亮 那剩下的刷子裡面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種刷子 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我影片 應該會常看到我用 這種是平頭的 它不一定是設計來做眼線刷 可是它就是一種 平頭的人造毛的刷子 我很常很常拿來畫眼線 用黑色深咖啡色眼影來畫眼線 可以畫出非常細 非常接近睫毛根部的眼線 然後因為它很寬啊 所以 你用來畫眼線的時候呢 幾乎是用按的方式 多按幾次連在一起就是一條眼線 不太容易會有什麼 不平整的問題 這可以做出非常細 非常平滑漂亮的眼線 我很喜歡這種刷子 那接下來呢 就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這種 小小的頭 這種 頭很小的眼線刷 另外一種是斜角的眼線刷 那這兩種刷子呢 其實這種小小頭的眼線刷 我比較少拿來畫眼線 因為 這種啊 畫出來的眼線比較粗 通常這種 頭很小 椎狀的這種眼線刷 它 買來的時候 因為它上面有 有果膠 買來的時候那個毛有點硬嘛 看起來每一隻都很尖 但是 它 你把它弄開 沾了眼線膠之後 它慢慢就會有點 變胖一點 所以它畫出來的眼線啊 是比較粗一點 所以我需要比較粗的眼線的時候 我才會用 或是拿來加強眼尾 我需要眼尾的眼線 比較粗的時候 我才會用 然後這種刷子 我都只用在膠狀 霜狀的產品 我絕對不會用來沾眼影粉 因為如果要沾粉的話呢 最好是用壓的方式 不然它會掉下來 會有 會落粉 那這一種刷子 你沒有辦法用壓的方式 你一定是用 就是 摩擦用畫的 那粉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只用在 霜狀 膏狀的產品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種斜角的眼線刷 或者是眉刷啦 那這種斜角的刷子呢 我目前為止 最喜歡的是我最新買的這一支 這個是我在CRC的網站買的 是非常小非常小的斜角的眼線刷 那它可以 它這個毛啊 非常的 非常的 它把它弄得非常的窄 完全不會有任何毛插到旁邊出來 所以 這一支刷子 可以畫出非常細 非常細的眼線 那上陽眼尾的地方呢 可以做出非常尖銳 很精緻很精緻的工作 它都可以做 它甚至沾眼影粉啊 可以畫出那個上陽的眼線 非常細非常細 那個尖端啊 很細很漂亮 這支刷子我 蠻驚訝的 因為我不知道 這種斜角眼線刷可以做到這樣 這個 我覺得我會 如果它壞掉了 我一定會再回購 那接下來要講的這種刷子呢 是 嗯 比較小範圍 譬如說眼頭的打亮啦 或者是你要做 很靠近睫毛根部的眼影的時候 會用的一種這些刷子 我的刷子有這些啦 我的刷子有這些啦 所以它們大部分是 這種 錐狀的 這種錐狀的刷子 那有一些 是 嗯 毛非常非常緊密的 然後這種 很短很短的毛的刷子 主要是 分成這兩類 那像這種刷子呢 我自己目前為止 最喜歡的是 最喜歡的是 這兩隻 一隻是NARS 一隻是我在CRC網站新買的刷子 黑色這隻NARS啊 它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是 它毛很短 然後它毛非常的多 非常的緊密 它已經緊密到你用手啊 很難把它毛分開 它已經緊密到 像那種 海綿頭的感覺 它很扎實 所以它可以把暈染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有眼線膠 你要把那個眼線膠暈染開來 用這一隻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它很緊密 然後緊密歸緊密 但它不硬 不粗 所以它不會把眼皮刺得很痛 那 它這個很窄啊 所以它用來做一些 靠近睫毛根部的暈染 或是眼線膠 這種比較厚的質地的暈染 它都做得很好 那另外一隻呢 這個就是 我近期才買的刷子 這一隻我喜歡它的地方是 我很少看到這種 嗯 就是扁平的 然後做這麼窄小的刷子 這種刷子 然後它的毛沒有剛剛NARS那隻那麼緊密 然後 就是它沾粉的時候抓粉力 就不會有NARS的那隻 這麼強 所以如果 我要做一個譬如說 沒有那麼明顯的打亮 比較 呃 自然一點的打亮 或是 我要上一個 範圍很小的眼影 但是我不希望把它 顏色壓得那麼實 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隻 它 我喜歡的是它的剪裁 那個上面的那個幅度 非常的好用 然後它的側面呢 又蠻窄的 所以我打亮眼頭的時候很好 用它可以伸到很細微的地方去 然後如果要畫下眼影 那個下眼尾的地方啊 我可以用這個控制 控制得很好 這個算是我目前為止最喜歡的這一類型的刷子 那最後一類眼部的刷具呢 是遮瑕刷 其實它 不是僅限於用在眼部 但是我就是在這個 類別裡面介紹它 我有這一些 那這種刷子呢 主要分兩類 一種是 這種 就是它是 怎麼說 不是扁平狀的那一種 你用的時候是要直立起來用的這一種 另外一種是一般就是 比較常見的 扁平狀的遮瑕刷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是 這種刷子啊 你如果要拿它來遮瑕 假設你要拿它來遮某個地方的瑕疵 其實那個瑕疵必須要是 平整的 如果它是 不光滑的瑕疵啊 你用這個刷 是 它會把你的遮瑕產品 弄得很不均勻 會卡在那個 不平整的地方裡面 所以 這種刷子呢 就是 大範圍的上在一些你 譬如說這邊有血管露出來 用這個遮沒有問題 或是你要把 眼影的打底膏 上在眼皮上面 這個很平整嘛 沒有問題 你要做打亮修容 它都很棒 size也很剛好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譬如說 遮一些 我很難舉例啦 如果你臉上有什麼 不平整的地方 你要用這個遮的話 就比較 沒有那麼推薦 那相反的 如果你有比較嚴重的瑕疵 或是比較不平整 不平滑的地方 我就很推薦你用這種 扁平狀的刷子 因為它上色的方式 是把顏色壓在你的 那個就是瑕疵上面 然後再慢慢的把它周圍帶開 所以 你不平整的地方啊 它不會去搶掉 因為它是均勻的上色 它不是這樣掃的 所以你不平整的地方 其實就不會很明顯 反而有修飾的效果 那這種刷子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支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支 嗯 MAKE UP FOREVER的遮瑕刷 它這支刷子呢 非常的窄 毛又比一般的 它這種刷子呢 毛非常的窄 然後長度又沒有一般常見的遮瑕刷 那麼長 所以 它這個 我可以控制很好 就是很小的範圍 譬如說我要遮黑眼圈 淚勾在哪裡 我就可以畫哪裡 我要遮鼻翼 我就可以順著那個小小的範圍 它大小很剛好 然後它的這個 邊緣有一個 有一個弧度 然後上來之後 稍微有一點帶尖 沒有很尖 就給大家看它的剪材 來 這種剪材呢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假設你畫眉毛 有點畫到外面去 你要修掉的話 你可以用它的側邊 就是把它側過來 用這個斜斜的邊邊啊 修飾它 那或者是 你擦一個深色的口紅 如果你要修飾唇周的話 你也可以用它這個斜斜的斜角 就是邊邊的地方 如果你有一顆就是 譬如說痣啊 痘痘啊 這種瑕疵啊 你如果不想用小一點的刷子遮 其實它這個尖端啊 也可以幫你做一些這種工作 那 另外我還要再補充一個 就是如果是痘痘 痣 這種很小的瑕疵啊 我其實不會用遮瑕刷來遮套 我會用眼線刷 就是我剛剛有介紹 這些眼線刷嘛 那像 我比較常用的就是 這兩種 這兩種 一個是這種錐狀的刷子 一個是這種 扁平的眼線刷 這兩種呢 我會拿來遮痘痘瑕絲 那我遮的時候 譬如說那個痘痘 或是痘疤是平面的 然後範圍很小 顏色很深 那我就會用這種 錐狀尖頭的這一種遮 因為它是 頭很尖嘛 它可以把那個眼 就是遮瑕膏 點在那個小小的範圍 然後稍微把它帶開一點 它是用這樣刷的方式 就垂直的嘛 可是 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瑕疵 是 不是很凹凸不平 它是平面的瑕疵 我就喜歡用這個 那如果 你這個痘痘 是凹凸不平的痘痘 那個瑕疵沒有很光滑 我就用這種 平面的 小小的這種眼線刷 這種刷子 它頭很尖 然後它是平面的 所以你沾了遮瑕膏之後 把它壓在你那個瑕疵的範圍 就可以把你這個 不平整的瑕疵 就是做一些修飾 效果也很不錯 那眼部的刷具 我就先介紹到這裡